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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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金課金課金,年尾,年之將盡,月之盡頭,大家會做,你給幾點課金,年尾出雙,大家會做 做冬,吃點鮑魚 不是,分金同味,請我們吃鮑魚 兩口包,割開一盆給你,或者啞蛋給你 即是怎樣交台費,怎樣上課金,不用再提你了吧 你自己會做吧 課金是課金給誰節目的 天南啊,天天天南 不要課作組 其他節目大家都可以課,大家先關注一下天南 一看幾條煤網 這是煤菜來的,沒關係,沒有錢的 大家,坐車這條錢的 不要用我走路 重要的事要講三次,課金,課金,課金 好,重要的事要講三次 我們上個星期,其實都有一些炒爛飯的新聞出來 那是不是要炒爛飯呢 其實就是 你說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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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我們鄉山 哦,鄉山 你講移民吧 在暑假的時候 其實他家族的新聞都有 就是說 追媳婦啊 去公子,兒子 就去了疫情期間,為什麼入境台灣呢 他拿著什麼簽證 因為那時候是封關的 目前來說 有兩種簽證去台灣的 一種叫做人道簽證 另一種叫做商務簽證 那兩種簽證都可以在網上申請 可以申請 是的,拍完會社 但是他兒子呢 那時候他回去探老婆 因為他老婆 因為他 任道簽證 又不是都不嚴重 是 是 據我所知 其實這段期間 就不少人 就是說 要回去 就是看 探這個親人 其實都是沒有批道的 就是 這個 什麼 這段期間 什麼人可以入境呢 除了商務簽證 好像黃秋生 那樣 用了商務簽證 那他就簽了約 最近 杜汶澤 就是商務簽證 是的,我跟我那邊簽了約 我要去履行這個證明 是的 這個可以入境的 好,但是 好像向左那樣 他為什麼能入境呢 我估計 一 他太太是這個台灣人 那他已經是 是不是已經辦了居留呢 甚至沒有 那他爺 他爺 哪位 你們清楚一點 我 據說 應該是不是叫向前 什麼 據說 用什麼據說 誰都知道是向前 那些 不熟 那些 向前是有軍績 說錯了不行 是嗎 有軍績 是張軍 那50年代的時候 應該是實見美暴動 其實 被港政府 不受歡迎 不受歡迎 人物 就是去大街出境 當時大街出境 只有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 回到大陸 他會問你的 你喜歡大陸 要是去台灣 你自己選 是 那時候 沒力去大陸 那時候 我最記得 就是以前 大街出境 蹲在羅湖橋 那個叫庫橋石衛 死都不想過 那時候 1967年 然後去了加拿大 在加拿大 中老 那向前 去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 就一定是 又拿了身份證 那 當時 說 鄉華強 他們向死兄弟 其實 是不是已經 順便拿了 這個身份證 我覺得機會很大 那你年紀未必拿到 那個年齡 那個年齡未必拿到 不知道他很大 他好像十幾歲 五十幾歲 那 那 上星期的新聞 就是 突然間有 這個是 封傳媒 台灣幾個網上 就說 這一個 就是說 我們 有一個 是 香港 近來 風聲 一個 譬如 投資環境不好 所以 連這個 向華強 都想去台灣 分散投資 分散投資 好了 我們又看見 這個向華強 需要用一個 投資移民的方法 去台灣定居 我們看看 順主委 這個移民方面 你是專家 你說他需要不需要 根本不需要 為什麼不需要 你剛才所說他的背景 他是爺 他爺 他爺是 他的老爸 向華強的老爸 不用說他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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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說向太 陳華 一定是 台灣人 那你就依親就可以了 所以那個題 那個標題很奇怪 投資移民 就是向華強 向台灣投資移民 那 他用不需要投資 他可以投資 但他不需要靠投資才可以移民 沒錯 如果他說 我用投資移民 那個身份 去投資台灣 去拿你的移民資格 行不行 不當然行 但不需要 有更加一定批的方法 略帶說少少 投資移民 你不是說實行 是實批的 但如果醫生的話 就一定批 投資移民 要經過投審會批準 投審會批不批你 你呢 下回分解 要看兩個回合三回合 所以 有兩種可能 一 他早 小時候 就依親 向前 就算當時沒有 向太 台灣人 去可以依親 就算他以前沒有做到依親 沒有辦到居留 沒有辦到居留 現在辦到的 幾時辦都可以 現在都可以 就像向左 就算他沒有因為以前 他爺 不關事 他媽媽 是 他老婆 是 就已經可以辦到 醫生入境 所以當時 娛樂新聞 爆料出來 就說 向左為何這個疫情的期間 可以去到台灣 當時已經有報紙 說他老婆是台灣人 台灣女生 很多人沒有留 記者 沒有說 至不然他可以用這個身份 申請去台灣 這個所謂人道探親的看法 當然最終都是要移民 他們批 人道探親 其實就是指 太太 或者丈夫 是台灣人 本身 香港 這個配偶 是沒有辦過任何居留的醫生 居留 或者沒有入籍 那你就入不到境 你用這個 人道探親 就是這樣說 簡單來說 就是 她老婆是台灣人 她以這個人道探親的資格去申請 最終的批准 就是在移民處 可以申請 可以申請 可以批的 批不批 我們不會重複他 他就有這個資格去申請 當然你說 我去探我姑媽 我姑姐 當然就有此一些 探老婆 這個理據是實在很多 所以來說 向先生 他要投資移民的身份 要去台灣的話 這個呢 我就 以向先生的才智 即是 那些 那些 才智領到這麼大的 這個幫 幫會 那你錯了 那你錯了 不要這樣說 今天談話 向華強 只不過是 一個 新義安 龍頭家族的成員 OK 他收回 收回 他沒有關係 他可能是 他只是裡面是成員 很快的 他領導一間 這麼出色的 不要跟我一起下樓 大哥 我不是認識他的 我也是看報紙才是成熟的 領導一間 這麼出色的 電影公司 是 是 是 我更正一下 更正 領導一間這麼出名的 這個 電影公司 是吧 劉德華當年都要拜他們 門 他就發掘了不少明星 沒錯 當然 你說他投資台灣 沒問題 但他不需要靠這個投資 才能辦到移民台灣 風傳媒有另一篇文章怎麼說呢 他說 向華強的太太是台灣人 向華強可以用依親居留 何必要大廢周章 走投資移民的管道來到台灣 據了解 這個據了解是戀情感來的 向華強其實嘗試過以依親居留的名義 入籍台灣 但是 透過管道向台灣政府探訊時 碰了軟釘子 於是 改採 投資移民 你依親都不行 不是啦 依親都不行 所以 這些作者 真是亂七寫的 還有一個 我們講一下 現在投資移民 據我們 今天的報道和昨天的報道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 向先生 就算搞投資移民 可能問題更大 為什麼 現在要嚴審這些資金來源 不是不止資金來源 簡單的 賭神賭聖 那些電影 他賺到不少錢 問題是怎樣 不是說資金的問題 是說 他的年齡 如果按照現在投審會的要求規定 沒有一個明文規定 那他什麼都一定會通過的 有一個 約定俗成的規矩 就是45歲以下 大學背景 跟具備相關 你投資的項目 有相關經驗 這個是沒有明文的 沒有明文 相關經驗 應該是去年加上 應該是去年加上的 個案是沒有的 那就是 講到剛才說 年齡 或者那個 學歷 是 不成文 是沒有 但是 你問他 他是沒有的 你查的這個法例 是沒有這個要求的 但是 但是審你那個是understood的 是的 那在這兩年 即是不少的移民顧問 那宋主委這方面 又比較熟 那是不是 好像那些移民公司說 喂 其實這兩年 你年紀大 或者你是 學歷不到 簡單一個例子 我們有位客人 他跟女兒一起上來 我們最後都說 不如用你女兒去申請 然後你將來依親依女兒 老爸都綠兜了 是不是 那個機會 我不可以說 審信 但是機會是否低很多呢 那女兒都二十多歲 三十多 那女兒 正是豐華正代的年齡 那當然是這個 這個大多 那我們 其實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其實就 亦都是 我講香港的小人家 一個就是 首先 台灣的網軍 就打香港的 就是有心移民台灣的人 那就是 所謂出征 好了 再來香港少人界 就說了 那台灣 沒有一個是說 沒有贊 沒有義務來放寬 給你們入 好了問題在於 小英 她近來都還在說 多次 上兩個禮拜 先說 我要支持香港人 好了 那怎樣支持 支持她 哪裏呢 你最簡單 現在很多香港人 想逃走出去 你都 有沒有幫過 相對 相對這樣說 我所謂逃走 不是說 我在香港犯下 我在香港 這個低慶壓下 我不想在香港再生活下去 我就 我去結束香港的 一切的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 自由民主的地方 我去吧 我去吧 簡單來說 在面對現在這個 情況下 社會環境裏面 無論英國 加拿大 甚至乎泰國 都提供一些條件出來 就歡迎香港人去的 其中最大一個目的是什麼呢 當然 你說 如果在道德高地 就說 我支援香港的民主運動 吸收這些 給一個多個出路 在這個 冠冕堂皇的說法 可以是這樣說 但最終的目的就是 資金和人才 資金和人才 我吸收你過來 之後幫助我國家發展 泰國 最新出的offer就是 買樓都可以了 以前就分幾個等金 現在不是 買樓都可以了 都給居留 都給居留你了 那 馬拉 即是 他的MM2H計劃呢 明年 明年會再重開了 英國不用說了 五加一 這個計劃 他也有他的優勢 看回我們台灣 即是我們蔡政府 蔡政府上個星期都還在說 有三個優惠條件 但是 老實說 剛才我們剛才說過 現在目前申請簽證是兩種 申請移民去台灣呢 理論上是有三種 一種叫做創業家移民 另一種叫做投資移民 還有一種叫做依親 還有專財 專財那些 專財 你不是專財 你就對不起 第二 依親不說了 第三 創業家移民 要求你相對非常嚴格 非常嚴格 嚴審 他首先拿出來的條件已經嚴格了 每年你有幾百萬的營業額 很嚴格 相對較為容易一點的 叫做六百萬投資移民 但是 老實說 香港有幾多個老闆階級 有幾多個打工仔的比例 大概是二百之比 或者是三七之比 大部份的香港市民 都是打工仔的時間 他哪能夠有這個 就是做投資的經驗呢 當然你說 你的工作的經驗 都可以轉化成一個 投資的經驗 是的 有人問過 譬如 我朋友 我都教書的 喂 你去那邊開學校啊 你去那邊也教不到書 是啊 醫生 我去那邊開醫院啊 喂 我就算開醫院 我自己不可以執業 是啊 當然你說醫生 你就用專業移民的身份去改 是啊 好了 但是我說的是投資 你投資移民的話 基本上呢 是非常之困難的 當然 我們都不斷言地說 我們跟這些部門開會 我們都不斷言地說 你是間接造就了 給一個機會 移民公司去賺錢 這個所謂賺錢呢 就是 無可厚非的 就是客人 想要移民 達到目的移民去台灣 你開出你的條件是這樣 我就盡量去符合他 就是 令到有些人呢 就是等於申請這個 我們香港申請這個公屋 有一個入息的限額 喂 老闆你不要加薪給我啊 你按壓低給我 好了 就是你間接令到有些人呢 就相對呢 挺而走險 或者是造假 台灣移民也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他不是說 喂 審那些全部都是罐頭來的 嗯 千天一律 每個這個投資 每個都是這樣的 是 所以來講就是 因為我要固執你的條件 對 你這些這樣的普通 喂 你每個都是這樣寫的 你還有什麼新的 我咖啡店 我咖啡店都是這樣開的 是 會噴火嗎 對 所以來講 如果他真正 如果他經常都說 就是根據那個關系條例 第十八條 可以協助香港人的話 喂 麻煩你真真正正 是的 你一是 定出一個好的條件 嗯 譬如說 我們這些這樣的 六十歲以上的人 我想去退休移民去台灣 行不行啊 對不起 現在是沒有這個方面 沒有這個 即是沒有這個 退休移民的 沒有這個退休移民的 我們的建議就是 當然呢 你五十五歲六十歲以上 我們這些老鬼呢 要投資去移民台灣 因為你對台灣有感情呢 就基於一個民國 OK 支持中華民國 支持三民主義 當然 未必是支持蔡政府 但是 他是支持中華民國 你要歡迎他 根據那個關系條例的時候 你要歡迎他的時候 他去台灣 退休移民 喂 麻煩你給我一個機會 你可以訂立一個條件 好像英國那樣 你買五年保險 你買年金 你心眼高一點 買五年的 提供五年的 保險 保險 五年的 生活的證明 或者 兩千萬 就擺二十年 年金 你就慢慢撕 撕二十年 沒錯 那你開條件出來 你現在 你放網軍 就出徵 就說 你打算退休來吃 窮鄉台灣 喂 這班人拿著一筆錢來消除 每一個去台灣移民的人 哪怕他是 投資也好 創業加油 用什麼方式去都好 他都是拿著一筆錢去的 大哥 他都是想著 就是 我認識的一些朋友裡面 就算不是我的客人裡面 他都想著那六百萬 喂 我都是 用完算了 那六百萬用完在台灣的大哥 是啊 滿足你的要求 租房買車啊 那些 開店舖啊 全部 他的生活費 喂 三年真的六百萬用完 那再放進去 喂 十個就六千萬 一百個就六億了 大哥 那你蔡英文政府 你真真正正幫過香港什麼 你說 哦 你真的派他過來 就食窮你 很簡單 剛才我說了 你二十年年金 我就放兩千萬 你每個月我撕回多少 我給生費 你要求他提供五年的生活費 我二十年就好了 二十年 你又更辣 你又更混淆 你又要二十年 喂 你怕他過去要政府養 那二十年 我二十年不用 一般我六十幾歲 一般我們平均壽命八十幾歲 八十幾歲 是不是 雖然現在九十幾歲 看你的樣子好像沒有 是 真的 看你不用八歲 好啦 其實 這裏都拉到最後一點 現在 現在我們估計那個移民潮 在明年的三四月 開始慢慢來的 沒錯 因為大家都要可能 小朋友要讀書 等等 他都要去到還要預備一下 所以三四月可能是一個高潮 現在 要申請這個良民證 因為你不論去哪個國家辦移民 英國不用 英國不用 你又不知 英國不用 英國真的 英國真的對待這個港人的 九七年前 七休之前 真是他的子民 你的BNO那個計劃 五加一 那個根本不用 你LG都不用 不如你是申請美國移民 英國是我們舊人時的中主角 他是中主角 我是他的國民 當然不用良民證 我雖然犯法 不過講到BNO這裏 講多一點 近期我們都多了人 查詢BNO的申請 當然你說DIY自己上網申請 可以不可以 但問題是非常繁複的 有很多事需要注意事項 我們會開始一條專線幫大家 當然 多少少少的行政費用 我們都會收回 工本費 工本費我們都會收回 其實如果大家 具備有BNO的資格 只是資格 我不說你有沒有那本護照 你就是沒有那本護照 你只是1997年 7月1日之前 已經出世的話 不用拿過 不用拿過 現在改了 你是有這個資格 不行的 不行的 問了 問過了 再進一步的消息 再進一步的消息 可能他有改變都不停 最初放出來的風 傳出來的消息 大家可以不妨上去 這個內政部 不是官方的說法 內政部的官網 都是這樣說 你有這個資格 你現在沒有在手 你曾經申請過 但如果1997年之前 你沒有申請的話 對不起 都是幫不到的 那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你要renew的話 你不需要renew 你有這個資格 申請的話 只可以renew 不可以新申請 舊的資料就是 你根本不需要有這本護照 你這樣飛過去 就已經可以了 那個ROG 那個是另外一種方法 現在講新的5加1 是你需要 你沒有BNO在手 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 你有這個資格申請 因為你之前申請過 不過現在失了一下 或者不見了 你不用重新申請 那個方法是這樣的 但是需要注意很多事項 例如 住資證明 資產證明等等 這些東西 是相對比較繁複的 那也都 那個延伸那裏 都是一個 要排好財品 不單止 梁文正 現在我們 我講回梁文正先 梁文正 5加1 是不需要拿梁文正 你申請去移民其他國家 例如譬如台灣 你要申請梁文正 哪個國家都要 這個申請梁文正 我們的經驗 現在是需要 申請了 大約六個禮拜 六個禮拜後 一個就是 其實就是 10月的時候 有個報道 10月10號的新聞來的 警方回覆查詢指 現時每日 名額就是指 預約 申請梁文正的名額 每日是130個 鑒於近日出現 30千爆滿 即是 我都今早去查證一下 那也是 我由今天開始 到1月20日 今天是12月21日 我一個月就是1月20日 1月20日 那其實 一個月內 我禁止 只有零星5個時段 我可以預約 其實其他都爆滿了 你這個所謂 有5個時段 我可以預約 我們的經驗 我們經常做 經驗告訴你 是4個禮拜後 第5第6個禮拜 是有位 如果 你剛才所說 在5個禮拜 4個禮拜 有零星 即是你一個禮拜 可能只有1日 你可以 那1個半個小時 那1個半個小時 我告訴你 可能你看完 轉頭沒有了 轉頭沒有了 有些人 他放棄了 或者改時間 他就 取消 就有空 可以讓你選擇 簡單來說 即是由現在開始 你申請糧民證 大概要等6個禮拜 那6個禮拜之後 你上去 吸完手指毛之後 大概1個月以後 之後 他就會送交 送回去 這個後續 你不說 我最喜歡 申請人多 我計一計 130個 一個月30日 一個月 3,900人 走人 申請這個 這個是10月的時候 我到今天12月 到現在 即是到1月 都依然這樣 現在是說1月 總之就是 預計 明年3、4月 會有超過10萬的家庭 10萬的家庭裡面牽涉是 你當每一個家庭平均3個人 不止 如果連父母那些都算 你當5個人 那你想想 10萬的家庭等於50萬 50萬應該是什麼概念呢 50萬都要申請良文證 就是這樣算 我當你有20萬去英國 一半 一半英國 25萬 25萬人去申請良文證 然後你把它拆開 每一個月有24日辦公的 這樣就麻煩了 這個呢 每月130個 是10月的時候 10月10日會覆覆的 大家都明白 他要增加人手 那個更多些 大家都明白 總之 大家都有得走就走 真的有得走 我不知道 麥麗事先聲明 我們不是教別人走路 我們沒有分裂這個 我們只不過是 現在這個狀況給大家 如果你真的要做這個 移民 你要做這些準備的話 給我們一些顧問費 沒有個地 哈哈哈哈 好了 你們都換不過一百歲了 是啊 到這裏 我們都 冬節快樂 大家冬節快樂 聖誕快樂 我們就是 2021年才見的 是啊 2021年 明年再見 拜拜